心疼酷里,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为他哭泣 看着千疮百孔的勇士,我只想说一句话 这样的球队配不上哥哥 找不来兰特老主这样的帮手,也就罢了 连移动长城的质量也在下降 那满目的疮痍,是对哥哥巅峰期最大的挥霍 连续五场比赛,哥哥为什么打得艰难 为什么效力低下,为什么关键时刻屡屡犯错 今天最后时刻,他连运球都不想运了 因为失望,因为对这帮拿钱不干事的队友深深的失望 他们全是拖累,打熊路,哥哥直接休战 把立功的机会让给队友,结果他们把握不住 打灰熊对面五个手发的工资加起来,都没有哥哥一个人高 可打这样的作虑,队友还是把握不住机会 追猛格林九苏战争,移动长城的战术忘记也就罢了 连打人他也不会打 插踢走击,金州篮球动作的基本要领 他忘得一干二净,失望 对他们无尽的失望 时至今日,管理层也没有任何作为 良意的薪水支出,买来的都是累赘 此刻我只想说,离开吧库里 你已经不欠勇士了